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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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小声 爸 门倒不开怎么办啊 妈妈如果被他们赶走的话 我们也会被他们赶出去的 妈 这个桌子都是产心的耶 还有床铺 妈 这真的是我们的房间吗 是啊 那这张桌子一定是我的咯 这张是哥哥的 这张肯定是我了 是啊 这是白白特意给你们买的 高兴吗 高兴 现在我们可以做功课了 妈 奶奶真的要把 崔阿姨分定精神定月吗 小孩子问那么多干什么 总之新房间也有了 以后啊 可不是惹崔阿姨生气了 听到没有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再换衣服 没关系 我已经换好了 东生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睡呀 医院都联系好了 明天早晨就得把翠娥送过去 东生 东生 我觉得这样做不太妥吧 我也觉得不妥当 可是妈硬要坚持送她去 我也没办法 要不明天早上 我们再跟妈妈商量商量 其实 你对翠娥姐的这份感情 真的令我很感动 到底夫妻一场啊 翠娥她 挺可怜的 好 吃废了 死基隐 我只顿多 我们来 不是 雪 垠 那imy 公子 雨 快救我妈妈吧 对啊 回去救妈妈 好啊 东升 你千求万求要我把翠鹅嫁给你 你现在不但娶来个老婆 而且还要把她送到丰人院去 我饶不了你 加不加薪 不要怕 舅舅明天一早上 带你去救你妈妈 快开门 新草的 快开门 开门 静哥 快去看看 快开门 你再不开门 我拆掉你的房子 开门 开门 呦 是亲家舅舅啊 怎么那一大早的 翠鹅 翠鹅 妈 翠鹅 你在哪 妈 亲家母 今天这事得当面说清楚 你把我妹妹翠鹅到底怎么样了 她亲家舅舅 她是我们家媳妇 我能把她怎么样了 舅舅 就是她 她要把妈妈赶去丰人院 哦 你就是东升新找的老婆吧 大哥 大哥 你叫我大哥那我可承受不了啊 表面上做出一副知书打理的样子 实际上背地里的坏招 都是你想出来的 呸 她亲家舅舅 话可不能这么说嘛 那话该怎么说呀 亲家母 我们家妹妹翠鹅 嫁在你们曹家之后 女人该做的事她都做了 而且为你们曹家生了两个这么结实的小孩 她哪点没做好啊 我没说她哪点不好啊 而且我也很疼她呀 疼她 疼到要送到丰人院去了 不是的 不是的 是大夫说 翠鹅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我 你们逼她离婚 又马上娶了个老婆来刺激她 她能不严重吗 你这话不能这样说呀 还幸亏有金凤仔 一心一意地照顾她 要不然 翠鹅这几天 准备到的鸡飞狗跳 才不是呢 就是她把妈妈骑兵的 假话 我问怎么样 把翠鹅跟我带出来 就算是送到丰人院去了 也得给我把她领回来 大哥 翠鹅不是好好地在这儿吗 大哥 你也来了 嗯 你们也在呀 大哥 都是带我们一块去茶园 好啊 你们还骗她说一下 你再去茶园 你这个女人哪 太狠毒了 大哥 这主意是我说的 如果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那都是我的错 你别怪她金凤头上 杜盛 现在娶着这个老婆 挺能干的嘛 刚刚嫁到曹江没几天 亲家母和工生都帮着她 翠鹅 这个家你没法待下去了 跟我回家 走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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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听我说 你不能把罪恶带走 好 我可以答应你 我不送她去医院 你别把话说得这么漂亮 现在是我人在这儿 你当然不会送她去了 待会儿我一走 你搞什么鬼 我还不知道 大哥 我曹东生的为人你是了解的呀 他病了这么多年 我用了多少苦心 费了多少心血 你是知道的呀 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娶她做老婆 那不一样 大哥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请你相信我 我再说一次 我绝对不会送她去医院的 你要我相信你 除非天上下红雨 扯了跟我走 大哥 大哥 别走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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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现精神病医院的 谁是文翠儿 我们要带她入院 在这里 入院 精神病院 我没病 我没病 好笑话 我还想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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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医生 你们听我讲 我们现在还没有最后决定 等我们商量商量 等最后决定了 再请你们来好不好 那好吧 你们商量好以后再通知我们 好好好 请回吧 请回吧 那么好啊 那么好啊 好啊 你还说不可 不送她去医院 医生都来了 扯了 跟跟回家 走 大哥 诺盛 别跟她啰嗦 人是她要带走的 我还不相信 她的照顾和翠儿 我 擦气叫舅舅 咱们把话说在前头 翠儿是你要带走的 以后如果发生什么事 你可别让我们去赏后 我不管 反正我要带翠儿走 走走 舅舅 奶奶 你们把妈妈留下好不好 大哥 你别把翠儿姐带走 我带她走 你应该最高兴啊 我就知道你最会表演 所以曹家一家的人 都在帮你 不不 不是这样的 大哥 不管你怎么说我都行 可你仔细想想 翠儿姐 这每天吃着药 身边随时需要有人照顾 如果你现在把她带走了 万一她的病发作怎么办呢 大哥 照顾病人 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如果你心疼你的妹妹 就不应该把她带走 你还教训我吧 我们家的事 你让我们找你管 大哥 金福说得没错 你现在是个单身汉 吃着喝着都要自己操心 可是翠儿是个病人 她需要有人照顾啊 你照顾得了吗 照顾得了吗 不行 我还是要把翠儿带回去 走 大哥 走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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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你只要把翠儿姐留下来 我保证 我一定会进行照顾好她的 我跪下来向你发誓 我一定会照顾好她 我一定会的 请你相信我 要是他们 把她送到丰人院去了 你到哪儿去照顾她呀 金方 金方 大哥 你尽可放心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把翠儿送到精神病院去的 董事 妈 有什么话我们回屋再说不行吗 你 妈 董事 咱们说话算数 再有出什么事 我不会放过你的 江湾江西 好好看着妈妈 有什么事找舅舅 好 好 好了 金方 快把孩子们带到屋里去梳理一下 家旺 佳 佳心 走吧 翠哥 走 我不去奉人院 不去不去 我们不去奉人院 妈 今天这件事 是你自己决定的 以后翠儿在家里发生什么事 你自己处理 翠儿不会有事的 不会 妈 我乖 我很乖 别送我去医院 我很乖 好好好 乖乖乖 锁它进去吧 翠哥 走 咱们回房了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回房了 走走走走 慢点啊 慢点 走 我回来了 来 坐下坐下 把鞋脱了 来 躺下 躺下 来 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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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没事了 翠哥 我出去一下 查园里还有好多事情呢 你乖乖的啊 乖啊 乖啊 他躺下 我当一直地儿 携一点 我 Pamela 這里 我都会把鞋脱下 你都会遮瑕疵 好 我天哪 超人的 有些 amenities 他能好走就好了 也不会拖到今天了 妈 你还真行 什么事都自己打算 以后这家里的事情 你自己管 用不着我了 妈 算了 金方 妈一是想不通 过一会儿就好了 我去趟茶园 看好醉了